大家好 我是Ko 來到最後一天找MV的問法 不怪不怪 我們都一起找了兩個月 希望剩下這個月大家會用的時間 去做多些PASS FABER聯習 因為我覺得那是最好的學習方法 好了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就說完今天最後要說的敬語 字牽語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未必懂得分尊他語或者字牽語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其實有提到的是M4文型的時候 即是大家的日本語那篇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看不要緊 我再說一次 很簡單 其實尊他語 即是把那個人抬高 把他的地位抬高 所以你很尊敬那個人 就要跟他用尊他語 字牽語就是把自己的地位 我們找貓貓示範 把自己的地位抬低 嗯 有些奇怪的中文 就是把你的地位降低 其實分別就是 你要把那個人放上去 還是你把自己的身份放低的分別 專家語就是把它放上去 然後自謙語就是把自己的身份放低 然後用這個自謙語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 自謙語有什麼特殊的形式 首先第一個 都是Iku和Kuru 即是來去的動詞 它的自謙語就是 就是 Mainu Ukakao Mainu 或者Ukakao 如果它的Mask形就是 Mainimasu Mainimasu Ukakaimasu Ukakaimasu 兩個都可以的 另外 Iru 再的意思 自謙語會是 ORU ORU 或者 ORIMASU ORIMASU SURU ZO 就是 ITASU ITASU 或者 ITASH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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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Mainu 就是 Hai Ken Suru Hai Ken Suru 或者 Hai Ken Shimasu Hai Ken Shimasu Hai Ken Shimasu 然後 Miseru 即是給我 或者給媽媽看 就是 O me ni kakeru O me ni kakeru 或者 Gona ni ileru Gona ni ileru Mainu Hai Ken S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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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ウガガウ 或者是ウガガイマス 然後下一個是 アウ アウ 是見面 它可以轉為 オメニカカル 或者 オメニカカリマス 它跟比摩摩看是有點像的 只不過一個是 カカル 一個是 カケル 好 再下一個了 下一個是 イウ 就是講的意思 可以轉為 モス モス 或者 モシアゲル マス形是 モシマス 或者 モシアゲマス モシアゲマス 然後下一個是 想 想 オモウ 可以變為 ソンジル 或者 ソンジマス ソンジマス 吃和 飲m 就是 食べる 或者 飲む 的話 就是 いただく いただく 或者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明白 わかる 就是 ソンジスル ソンジスル 或者 カスコマル カスコマル 後面就是 ソンジシマス 或者 カスコマニマス カスコマニマス 和 接受是一樣的 接受就是 引き受ける 引き受ける 明白 和 接受都是用 同一個的字簽語 然後 アゲル 就是 吸 我們會轉做 差しあげる 差しあげる 或者 差しあげます 差しあげます 這個也是在M4的時候 其實有說過的 如果不記得 可以去回M4的文言看看 下一個就是 モナウ モナウ 就是 接受 會轉做 いただく いただく 或者 頂戴する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或者 頂戴します 頂戴します 下一個 知道 就是 知っている的話 會轉做 存知でいる 或者 存知あげている 存知あげている 主要是 存知でいます 或者 存知あげています 提いる的話 就是 提おる 提おる 或者 提おります 大家記得 いる いる 這裏 它都是轉 おる 所以你只是前面跟回 提言 然後 提いく 或者 提くる 會轉做 提参る 提参る 或者 提参ります 提参ります 會轉請 提参る 提参り 提参る 提参 AWS 提もらう 就會轉ていただく ていただく 或者ていただきます ていただきます 都是跟上面一樣 這個是さしあげる 然後もらう 就是いただく 前面要加て的時候 就直接在前面加て就可以了 今天的字謙語部分 就到這裡 昨天我們講了這個專他語 再做兩天的時候 也分享了不同的敬語文言 例如 お 歌 魔物 妻子等 不熟悉的同學 可以看前幾天的影片 另外可以看日本語文法篇 最後幾個影片 也有講過下一個敬語的部分 大家可以去我的頻道找回 多謝大家這兩個月 陪我溫這個N3的文言 希望我溫習的影片幫到大家 雖然有時候我知道自己的讀音 可能不太準確 另外也不是解釋得很清楚 因為我也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希望有人跟你一起溫習 或者我知道大家都跟我一起溫習的時候 可以給大家動力去 繼續學日文 令到這件事有趣一點 我們有機會 遲些再分享N2的文法 7月的考試 大家要一起加油 如果你今次的JLPT 沒有報到 不要緊 我們下一次會在12月的時候再有 所以如果想報 日本語能力試驗的同學 記得留意他們的網站 然後提早報名 因為幾個月前就要報名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想繼續溫習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如果想多看日本資訊 就去Facebook 我們文法篇站告一段落 我們遲些有機會N2文法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